浪子在京華城案被吳寶請回 那麼今天他有最新的回應嗎 來看現場 可是這個沒有 沒有 沒有信任 不能在這 我要對你講這麼多 你會擔心嗎 目前 就是這樣啦 我還發現 他們到我家 把我們的USB 還有那個USB disk 就印別 排到我們那個辦公室 把我們其實所有那些主要的 我們叫不管是印別USB 全部拖走去 你知道鄭文燦的案子嗎 他們是第二天就抵抗到 為什麼我的債還會拖這麼久 我知道他們應該很重用所有的力量 都在研讀那些線號裡面的資料 反正齁 除了三大案 還有政治獻金 還有那個低火災市長 理市長那個案子 這個國家有很多事情要做 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材 合併 勞保健保 一大堆 高齡化 少子化 精明看排放 作為政府 你知道 應該每天去認真工作 現在不是 你們已經從負面選舉走向負面政治 我們叫負面政治 你們大概現在動用全部國家的力量 在很認真地研究科分科 我也猜啦 你們昨天沒有看到 應該是大家連夜都在 研讀那個電腦裡面的資料 看能不能從裡面找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對我來講 我坦蕩蕩 但是你們這樣找東西 以後再非檢兩天的經驗 你那個資料這樣臭臭臭 那自己要編故事 太容易了 今天那個名嘴每天做的事會少掉嗎 那你們怎麼變成 整個共產民國的司法機關 變成跟名嘴一樣 每天在那裡穿著護衛在在 不要說抹黑啦 就是這樣編故事 這是國家要的嗎 所以我都覺得這樣啦 反正我就照常工作 我也不希望 有一天台灣有罪的定力重新改變 什麼叫有罪 民進黨說你有罪你就有罪 國家不應該是這樣 台灣花了三十年才走出那個 國民黨的黨國體制 結果我今天看到什麼 民進黨變成新的黨國體制 今天台灣民眾想想看 今天司法跟媒體不是政治工具嗎 這是我們要的嗎 這是你們對得起 當年二三十年前那些民進黨的前輩 還有對 二十年前我們是支持民進黨的 那你們已經變成新黨國體制了 再問一遍 今天司法跟媒體不是變成統治的工具 變成政治工具 我講錯嗎 那怎麼會國家變成這個樣子 這民進黨要去跟老百姓去反省的 你怎麼看民進黨粉專也發文轟你們 然後幫北檢說話 所以現在也引發一些討論 我跟你講 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你知道齁 我覺得壓力最大是那個法官 甚至我在最後結辯 我都跟法官講說 檢察官立場明確 態度清楚齁 你就不要為難了 所以真的不知道 那是發生百分之八百次的人 我跟你講齁 這一種東西 沒有 現在我當然知道 在當時他進那個都委會後 不然你找所有記錄 我從來沒有上去過啊 但是主席還是有都委去發文說 認為那個金華城的容積獎勵是不合理而已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要是要講齁 不要馬後炮 如果這樣的話 當時每個人 我跟你講 歐亞帝那個時候 我就會講一個公道話 如果一個公文啊 如果那麼多人簽字 到最後不可以把 把責任全部推給某一個人 那我這樣子 這個 這個 這個公文 我跟你講 那個公文上面有多少人簽字 好 就這樣 我們看有議員質疑 是不是太比重就輕啊 因為當初也是你新簽的公文 主席現在外界在想 會不會請黃國昌當代理 黃國昌會是您屬於的當主席 好 可以看到柯文哲神清氣爽 那麼剛剛呢 他呢接受了這個訪問的時候也提到啊 他痛批民進黨呢 動用國家的機器在辦案 甚至呢 還說了這個司法機關啊 根本就是名罪喔 根本都在編故事 那麼政府應該認真工作